Hello 各位晚安 2020年4月8日平行時空的 我們在專業裏面 今年第14次的專題分享做Live sharing 今天我們一樣 都是做一個Hot Topic 我想剛才 很多朋友都有看到新聞 說到 以為最近在這個情況 香港經濟很差 失業率又升 今早何柱國 大字標題 賣廣告說 應該是時候要去派錢 政府除了 之前這個財政儲備 那一萬元之外 其實也是時候要去 資助那些 企業的僱主出糧給員工 就像其他國家效法 這些做法 今早 何先生說 代發兩個月的薪金 沒有說過 層次的 隨即 大家下午 在黃昏的時候 特區政府 說有一個 1300億港元 第二輪的抗疫基金 推出了一些 新的政策出來 大家看到的時候 都反映很不同 在會員群組的討論也好 或者大家在坊間不同的報導 有些是在經濟裡面 有些是在政治裡面的說法 我們今天主要是說 在經濟範疇裡面是怎樣 由於這也是一個 我覺得是 怎麼說 很關 所有 不要說是香港人 我覺得是一個 今天已經是一個全球的 很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 所以 都可以在一個 公共的空間裡 跟大家分享 希望可以 將自己的看法 和知識 和大家去交流一下 講一講 究竟在這1300億 我覺得 對香港的經濟來說 是正面的作用多些 還是負面的作用多些 往後來說 就算落實了 這1300億的抗疫基金之後 我們在經濟範疇裡面 香港如果要保住經濟也好 或者重新再出發發展也好 我們究竟 應該有些什麼要去注意呢 今晚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講講 沙士的故事 為什麼會講沙士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一個經濟體系 用藥就好像有病人一樣 所以政府去醫治一個有病的經濟 或者還病的經濟體 其實都是用藥做手術 究竟是大刀闊斧 還是比較保守 都是這樣 一個醫生其實都是這樣 由於今次這個新型肺炎 令到經濟出現問題 其實都好像當年03年的時候 沙士一樣都是一種冠狀病毒 所以就用回沙士的例子來講 大家其實都不需要有很多醫療知識 其實我也沒有醫療知識 但是呢 一些比較常識 或者叫做新聞裡面講出來 其實當年沙士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由於不知道用什麼藥去醫治 自身的免疫系統 就看到這種病毒的入侵和繁殖之後 就會攻打這些細胞 產生大量的免疫系統 產生反應 從而引發了一個炎症 就會有一個肺炎出來 肺炎的時候 由於會影響呼吸 這就是那個病症 會影響呼吸 令到病人有生命危險 同一時間 其實當時因為不知道怎樣去處理 去醫療 就是用回一些很傳統的醫治肺炎的方法 當中就包括 用大家都聽過的 就是利巴韋臨 和抗生素 但由於其實都不知道應該用多少 用藥用多少 所以在這個病毒上 有部份的病人 因為負荷不到這麼大規模的用藥 而就算在SARS好之後 大家都看到 就是回復了之後 會有一些後遺症 包括骨膚 令到很多SARS之後 康復病人 行動都不方便 話說回頭 當年的醫生用藥 這一個行動 究竟是對還是錯呢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很難去有一個 叫做正確的判斷 當然我們可以搜集不同的數據證據 認為哪一種方法治療相對比較有效 其實我們現在面對疫情的經濟凍結情況 其實跟當年我們醫治沙士的時候有些相類似 我們沒有一個平衡時空可以說 有一邊有抗疫基金 另一邊沒有抗疫基金 還有第三邊就是抗疫基金之餘 還分兩種不同的規模 看看哪一種是最後的結果是最好 我們沒有這種平衡時空去嘗試 可以嘗試三樣東西是哪一種最有效 我們只能夠透過經驗的判斷 以及現在的情況看看我們如何去融入 就好像當年沙士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很嚴重的新型冠狀病毒的肺炎 然後我們就用尼巴維林和抗生素 好像舒緩了病情 但與此同時我們又發覺有很多後遺症 今天究竟我們在救經濟 還是一種慢性的自殺呢 今天主要會在這裏跟大家分享 首先如果我們要了解我們如何去融入之前 好像我們醫病人一樣 我們要知道今天香港這個經濟體系 究竟發生了什麼病 如果大家在平衡時空看得久的朋友 都會知道 其實一個經濟體系的發展 有兩樣東西我自己本身很專注的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真真正正經濟產出的製作 即是說我能夠創造多少的商品和服務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我的承諾 這個承諾就是我的信用 一種credit 就是money create 了多少的money 或者叫做credit 就是dex 負債出來 很多時候 當我們的經濟體系越發展得越蓬勃的時候 其實與此同時我們的信貸 亦都會因此而增長和膨脹 所以大家會看到或者感受身邊的人都可以 通常越能夠創造生產力的人 他們的承擔信貸都會越多 簡單說越賺得多錢的人 其實他們的背後欠債就會越多 這個社會裏面 其實錢 就是擁有錢的人 和負債的人 那兩個額度 理論上在銀行體系裏 產生產出來的總和 基本上是相等的 你有多少的負債 你就有多少的錢 所以如果我們用中國人 或者廣東人的一些說話 其實都頗有節理在裏面 就是說你沒有那麼大的頭 就不要戴那麼大的帽 所以一個健康的經濟體的發展 就要你能夠有這樣的生產力 有這樣的產生產的能力 你就去創造那麼多的信用 創造那麼多的錢出來 那經濟體理論上 就會發展得比較平穩一些 換言之 其實 你用廣東人的說話 你有那麼大的頭 先好戴那麼大的帽 那麼有時候經濟體系的經濟發展慢了下來的時候 那麼如果其他國家 中央銀行有貨幣政策 或者財政政策的話 那就刺激一些人的經濟活動 還有就用貨幣政策 就減低大家的信貸成本 令到大家 一就是我可以做多些東西 與此同時就是我承諾我做更加多的東西 就是背負更加多的信用 那麼就令到兩邊又在同一時間去上升 那麼一般的經濟發展 在人類歷史裡面 或者在現在的經濟運作的模式 其實就是這樣做的 那麼現在就出了一個問題了 就是以前我們從來都沒有見過 就是人類的經濟活動 原來是可以這麼大規模的停頓的 我想可能我們自從在這個叫做西班牙流感之後 其實就沒有一種叫做那麼大規模爆發的 全球性的疫情 那麼那時候 外於當時打電打電視世界大戰 大家就沒有說 focus 下太多這些報道裡面 那麼就 都已經超過一百年前了 你想想爆發這麼大規模的疫情 那麼大家從來都沒有想過原來呢 我本身是有這麼大的頭 而我就真的做了這麼大頂帽子出來 就是我創造了這麼多信用了 但是現在發覺原來呢 我的頭突然之間被強迫去縮小了 如果不是我就分分鐘連命也沒有了 那麼現在就出現了這個問題了 我的頭小了 但是我頂帽子 是不會因為我的頭小了而無緣無故小了 簡單來說就是當我的經濟體的經濟活動收縮的時候 但是我已經承諾了做了那麼多事情 那麼在那個法規底下 各樣東西之下 由於這些東西都繼續在運作 信用背後都在運作的時候 就出現一個很大的螺旋問題 我不能夠突然之間收縮信用 因為當有一些叫做壞帳的時候 整個經濟體就橫橫雙購 因為我欠你錢 他欠C錢 C欠D錢 大家這樣橫橫雙購的話 其實基本上那頂帽子 就會毀滅 如果發生這個情況 所以通常 有金融危機的時候 都是要保住銀行體系 保住銀行體系 直接拿到保住頂帽 如今其實頂帽就未出現問題 是我們的頭自己出現問題 所以剛才就這樣說 沒有那麼大的頭 就戴不到那麼大的頂帽 你實行不到那麼多 已經創造了出來的信用 同一時間就是現在我們不知道 我們的頭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到正常的尺寸 正常可能我的頭是20磅重的 要創造15磅重的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 這個狀況 說真的就好像我們當年面對 沙士這個冠狀病毒一樣 我不知道我用多少的 里巴韋臨 或者多少的雷孤信 對於這個病人是有用 或者這個病人其實都不知道自己 究竟需要些什麼 什麼叫做病人不知道自己需要些什麼 就是說企業的老闆 又或者 不同的打工仔 今天來說我覺得 特區政府作為一個 叫做醫生 就是帶領大家 我們香港這個有病的經濟體 去治療這個病的時候 我想 大家首先要將期望降低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有沒有行動 去正視這個病呢 我覺得這件事 叫做特區政府是有的 首先第一輪 這個叫做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都大刀闊斧地花了不少錢出來 是叫做紓困 又派一萬元 雖然哪怕大家會覺得 那個效率很低 又好像不太公道 又止到痕又止不到痛 這些是事實來的 但我想叫做有個方向性 就是都知道要做事 但是二輪現在 其實那個 用藥的方向和力度 我自己個人來說 都覺得是一個 幾合適的一個 或者不是說合適 雖然是保守 但是與此同時 是有根據的一種 用藥的方式 雖然都是事 但是 他講得出他背後的原因 究竟是為什麼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看法 雖然我相信 大家很多人都認為 特區政府是很廢的 我一直都覺得特區政府 其實的效率是低的 但是這次來講 我覺得他 Draft 第二輪的抗疫基金 那個內容 都做得上算是可以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 要補就業 補就業其實是一個 很主要的一個想法 就是什麼呢 我希望頭部 是可以維持得到 當然 波叔在 記者會裏面 解釋的時候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未必收貨 但是我在不同的 Live sharing 或者我們的群組 討論 我都曾經說過 如果我們的企業 有一些大規模的倒閉 大家不再創造信用的話 我們不單止 沒有那麼大的頭 就像那麼大的帽 我們連頭和頂帽 都會同一時間出現問題 所以今天來講 首先要保住所有 企業的業主 不好意思 企業的僱主 盡量不要去裁員 盡量維持一間公司的運作 雖然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 變回正常的運作 但是 它說了給老闆聽 我們是共渡時間 記住是共渡時間 而不是完全解決 企業老闆的問題 因為你會看到 Cut off 裏面有私人 只有18000元的上限 最多會和你分享50% 的員工的薪酬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正常的狀況 大家一人去 contribute 一人去 contribute 而用2019年的時候 的入息中位數 18000元 來做一個 我都覺得是合適的 因為你不能夠用最低工資來做 你也沒有理由 用我 最 sample size 最 top 10% 來做 你兩樣東西都不 feasible 取入息的中位數來做 似乎 那個合理性是比較大 當然 你說又沒有人 有些人 如果我賺10萬元一個月 你的員工是10萬元 我全部都是很高端的 金融服務業 你一幫我出9000元的薪酬 浪費加士 我都是要炒人的 一定是 這些企業 一定是存在的 但在基本上 他講得到一個說法 去令到 涵蓋到大部分的行業 都可以有感受到一種的支援 而多多少少大家會有些不同 譬如你說 如果我只是開一間茶餐廳 或者連鎖的 食肆 或者是一些小食店 其實我絕大部分的員工 最多都是兩三萬元的薪酬 所以在那個工資上的壓力來說 其實我變成沒有 這個特區政府做的方面 其實都用了八百億 我覺得 力度也很足夠 另一方面就是維持的時間 我也覺得是合適的 因為如果我給一個月兩個月 好像何國署所說的話 只是給兩個月的薪酬 其實你保證不到兩個月之後會正常 當然啦 現在半年之後 其實你也保證不到 會正常回 但是又反過來 你令到人覺得 我在這一段時間 我如果堅持的話 我知道 有這一段時間 會有人跟我一起共渡時間 包括可能是 員工會願意接受減薪 然後有一半 由政府幫忙 然後我與此同時 我又再跟業主談 可能減租 supply 各樣的 找數的時間 可能有一些調整 幾方面加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就是在社會裏面 在我剛才所說的 沒有那麼大的頭 沒有那麼大的頭 頭突然之間 因為經濟活動收縮 而變小了的時候 我們就真真正正可以做到一個 共渡時間的情況 而且半年 不是一個短的時間 雖然可能大家都會問 為什麼是半年 因為我們的 市民最主要問這些 記者也最主要問這些 但其實無論你畫兩個月 三個月 一年或半年也好 其實都會有人去挑戰 我自己 很主觀的感覺 兩個月實在是太短 一年也不合理 所以我覺得 在半年這個位置去著墓 其實都是一個 幾合適的位置 都是那一句 沒有一個政策 政策是完美 但是 我覺得他背後是有一個 版本在裡面 即他有一個想法 為什麼這樣做 另外就是大家如果有看記者會的話 林鄭也有解釋到 為什麼不做 租金方面的補貼 各樣的 其實現在 大家都知道 其實 那個業主 租間舖給你的業主 其實我相信自己也未必好受 可能我收緊10萬元舖租 但我自己本身也供8萬元一個月 你現在跟我說不如減一半租 我都會拚爆頭 那我怎麼辦呢 是不是 但是多一句 這個共渡時間就靠 業主和 那個企業的老闆 大家去交易 究竟這幾個月我們怎樣處理 你想我撿包袱走人 還是大家一起 勒緊褲頭來去做呢 我相信到了最後 很多都會選擇 後者會比較多一些 而為什麼不去 支援這一部分的租金呢 首先我想就是政治上的考慮 如果你還支持 這個 企業的老闆 去照顧 這些 業主 地產霸權的罪名 都已經很夠大 所以這個就不是一個 令到大家都覺得合適的方法 在政治上 第二件事就是 我自己與此同事一個的看法 就是 當那個 經濟要正式去運作的話 其實 我們現在要確保 那間公司繼續運作 而這間公司繼續運作的時候 都要有人去消費 有人去做一些 的消費 那個主要的消費 仍然都是來自於普羅大眾 即是我們的打工制 就不是說大地主也好 我不是說要大地主破產 或者自己的優惠 都供不起 而是我們主要的 焦點 在那個 無論是政治正確也好 或者真是補經濟上 你講 都應該是先照顧了 普羅大眾的真真正正的 即是打工仔 與此同事 他們都是消費者 這個才是一個 正式 由於說真一句 子彈是有限的 剛才說 只是補 這個 就業 即是 幫僱主出 給僱員 都用了800億 如果還去考慮其他補貼的話 補貼了租金的話 那個數字又會再上升多幾百億 這個狀況其實就不是很理想 用藥 你用得 不好 不合當 同一時間 政府喜歡用一個詞 叫做保留實惠 我自己就不知 用這樣的方向的字眼 不過不要緊 如果受影響的行業是比較 嚴重的那些 譬如說關門大吉 連做都不准做那些 因為 你不倒閉 你不遣散 但我不讓你開門 可能包括什麼 娛樂場所 戲院 酒吧 美容院 各樣的 就有 打擊這些 一次性的資助 先姑問論你覺得夠還是不夠 但其實 他都有 由幾千元 去到十萬八萬 去到大型的戲院 有三百萬 補貼 不等 這些其實都是 形形式式裏面 不同的 全方位 希望可以 遮蓋得 整個 經濟體裏面 令到我剛才所說 就是說 我們那個經濟活動的收縮 在這個過程之中 大家不要倒閉 企業 不要令到 已經建立了一個經濟運作的系統 在這個時候 突然之間 可能沒有了20% 30% 40% 到大家沒有病沒有痛的時候 要重新再建立這些系統和信心 是很困難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甚麼呢 當有這些壞帳 企業倒閉 自然會有人清盤 欠銀行錢 還不起 有這些壞帳的時候 我們不單是頭 出現問題 我們連頂帽 都會被弄壞 剛才這個就是 我剛才想說的問題 首先 我們沒有那麼大的頭 不要大到頂帽 現在就是頭被迫收縮 甚至乎有機會 影響 頂帽的運作 災難性的結果會發生 我不可以在這裏 很準確地告訴大家 究竟我花完這1300億之後 那些 企業的老闆 還會不會倒閉 還會不會裁員 還會不會清盤 還會不會令到銀行那裏 會有壞帳出現 我不可以很肯定地告訴大家 不過 在 政府的角度 或者那個能力範圍以來的政策裏面來說 似乎都已經是 一就是用了合適的藥 以及用了合適的劑量 去再觀察情況 說真的那句 最後如果再差一點 會出現什麼情況 比如說 大型的金融機構 或者是大公司 如果是出現周轉資金不靈 資金周轉不靈而去倒閉的話 其實甚至乎 可能政府需要 好像2008年 金融開銷的時候 美國政府 就有這個問題 資產救助方案 直接可能是 用外匯儲備 來把某一間公司 直接買起 情況亦都有點像 在1998年 特區政府 打大惡的時候 直接動用 跟我們的外匯基金 來買入恆生指數 不同的成分股 去托起這個事 最壞的情況 大家會看到 特區政府要拿自己的儲備 出來買資產 這個就是 這個會是 下一步 我自己覺得 如果 這個抗疫基金都是 無效的話 就要這樣做 今天我在 會員群組裡面 其實曾經提到一個問題 其實 特區政府所擁有的 外匯儲備 或者叫做盈餘 大家知道 在今年之前 是有 過萬億 一萬一千億 今年 財爺 陳茂波 剛剛 發表財政預算的時候 就說今年赤字 都過千億 是歷史以來最高 現在又整多 一千三百億 的 抗疫基金 假設在今年的財政年度 會用 用得完 假設 實際上 應該都用不完 因為 政府應該沒有那麼高效率 可以派出所有的錢 但一件事就是 起碼 當今年的財政赤字 可能會去到 二千七百億 二千七百億 我想跟大家說 概念 究竟是 多少 以用美國政府 做一個 參考 美國現在的財政政策 舊市推出了 兩萬兩千億美元 的舊市方案 相等於 他們自己 那年 GDP的 百分之十 其實很大規模 香港這一邊 其實雙形 建絕 雖然 你剛才說 都是一個 合適的方向 和一個 合適的力度 但是 香港 相對的 規模是 小 我就當用 財政赤字 去做也好 都是勉強 叫做 catch up 得到 美國的水平 因為香港的GDP 大概有 三萬億 港元 如果財赤是 二千七百億 的話 也好 約10% 左右 如果純粹說 抗疫基金 不說 原先的財政赤字 純粹說 這兩輪的抗疫基金 只有 千多億 百分比來說 相對是 小一點 但是大家要留意 就是 是不是 說我有 萬一億的財政盈餘 我就代表 我可以 亂禁洗 或者我可以洗完 甚至乎 發債都可以 這就是想剛才跟大家說 為什麼開始 開場白的時候 我們會用 SARS的治療 去做一個 比喻 就是 我現在用了 利巴韋臨 和 這個 抗生素 去 醫治 肺炎的時候 其實不代表 是 可以 真的 緩和到病症 如果緩和不到的時候 其實病人 不單止 會有病發症 還會死 有機會死於原先的肺炎 兩樣的可能性 都會有 而香港政府裏面 大家要留意 就是 如果這次 抗疫基金 那個的效果 是不理想 甚至乎 是失敗的 什麼是失敗呢 原本 希望企業繼續經營 但發覺 不行了 那些企業真的不經營 不經營之餘 還要在銀行 有壞帳 然後形成一些骨牌效應 令到一些大公司 或者大型的金融機構 那個 現金流都出現 一個 斷裂的情況 到時就真的沒有出現問題了 那個時候 就 變了那個病徵 就 轉移到第二 不要說轉移 是同一時間 有第二個病徵出現 這個時候 我們用了這1300億 是會影響得到我們本身 維持我們香港經濟運作的聯繫會 這個根基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我當給大家一個參考 講少少歷史 這個時候已經是去到 抗疫基金 之後 究竟會怎樣 講到這裏的時候 我首先喝一口水 大家如果喜歡今天的題目 希望大家點個讚 還有 在過程之中 如果你有問題 或者有東西想討論的話 大家都可以打字打出來 講真一句 完了之後 我才會一次過回應 希望大家 不要介意 我講完 我要講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有個回應 另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你身邊都有朋友 關心 現在香港的情況 無論是政治環境 經濟狀況 或者抗疫基金 是很不好的話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 按一個分享 然後讓你身邊的朋友 都知道 有一些分享 分析 和看法 作為一個參考 好嗎 我們繼續下去 剛才說到 抗疫基金 1300億之後 如果失敗了之後 2.0的版本 會出現什麼 病發症的問題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大家知道 香港行聯繫匯率 1元的美金 對7.8的港元 金管局打包 承包了這個 服務承諾 然後 可能大家不明白 為什麼 我們可以做到聯繫匯率 總之 我們叫做 有我們外匯儲備 支持 所以 我們就有這個聯繫匯率 實際上 香港會 創造多少 貨幣基礎 其實就有相對應的 外匯儲備 就要放在美元的資產裏面 隨時 讓一些發鈔銀行 拿回 符合這個法規 去定 這個 聯繫匯率 在這個位置 簡單來說 你放多少錢 我就可以 原封不動 還回給你 這就是 背後的 promise 如果我們用回 現在我們擁有 萬一億外匯儲備 為什麼基本法 香港政府要量入為出 為什麼 最好每年都要有盈餘呢 其實大家就知道 一個經濟體 其實是有 他向上的周期 也都每一個經濟體 都會有他向下的周期 當一個經濟體向上的時候 其實 發展得好 大家都想投資在你這裏 理論上你的貨幣應該會強 會強的時候 就會令到 物價有影響 或者競爭力會慢慢走 下來 然後 去回正常的循環 令到他 不會那麼刺激 但是 反過來香港 因為行亂是匯率 所以在有一些時間 就是說 我們的經濟周期 很強的時候 例如大家看到 在03年 到了 2018年 中間 由於中國的經濟都非常之好 香港 又因為 跟中國大陸的往來越來越密切 做多做很多這些生意 無論我們 譬如金融服務也好 保險 旅遊 零售 酒店 餐飲 交通 物流 很多都 越做越大 這些生意 但是同一時間 正常 一個 運作 這麼好發展的經濟 經濟體 理論上 貨幣就會升值 但是香港 外於行聯繫匯率的關係 貨幣又不升值 貨幣政策又跟隨了美國 利息相對的比較低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會有一個 很蓬勃的經濟發展 同一時間 刺激了一個很大的 資產市場的泡沫 當中主要就是 在樓市裏面 反過來 當如果 我們經濟體行聯繫匯率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向下走的時候 我們一個正常的國家 有自己的貨幣政策 會考慮什麼呢 減息 減到零 同一時間就是 會將自己的貨幣貶值 貶值完之後 我們的競爭力就會上升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如果別人投資來 我們香港 譬如做一些 製造行聯繫 或者外資企業來到 外派員的成本 各樣 稅收 這些其實 就會令到競爭力有所提升 從而又會 判斷經濟 一般來說 經濟理論上就是這樣 大閒聯繫匯率下的香港 其實就不能夠做到 這一部分 將港元貶值 這個情況 同一時間 如果港元貶值的話 我剛才所說 我們創造出來的帽子 即是我們已經創造了信用 就會出現一個 很大規模的 危機 在這個時候 社會上 就會出現一個聲音 什麼聲音呢 就說 我們希望聯繫匯率 是要脫勾 脫勾就有助我們 應對這個經濟衰退 如果大家是一些 老前輩少少 不要說老前輩 前輩少少 你經歷過金融風暴的時候 你回想 回帶去想一想 97 98年的時候 炒得最 最熱烘烘的一題 就是聯繫匯率 究竟會不會因為經濟衰退而脫勾 因為當我們大規模經濟衰退 我們希望回復的時候 第一件事當然是想成本 會不會減薪 其實不會減薪 因為要減薪是一種 很政治性的東西 亦都很損害 一家公司或經濟體員工的士氣 實際上大家看相關的名義工資指數 從97到03年 無論你看任何年份 香港都是沒有跌 簡單來說 大家不以為人工減了 但實際上可能我們只是工時長了 去做多一點 去找同樣的人工 但是 由於不能透過工資調整 我們的匯率又不能調整 只能夠透過一些不動產的價值 去調整我們的經濟體的發展 所以當時 就要有一個說法 不如聯繫匯率脫勾 但是同一時間大家也知道 我借了的credit 譬如說我現在欠銀行1000萬 來供樓的 可能那個高度就是 1.8厘加0.5厘的價錢 可能就供兩厘三 而你現在突然之間跟我說聯繫匯有機會脫勾 那就大問題 首先 利息 會跟哪一個國家的貨幣去做呢 我們掛人民幣 還是掛其他男子的貨幣 還是有自由浮動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本身已經創造了信貸的人 我持有現金 我還保持這個港元呢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告訴我脫勾者代表 你想將你的貨幣貶值 或者是你被迫要將你的貨幣貶值 因為你不貶值的話 你的經濟就會一潭死水 到時在社會上 尼漫著這種氣氛的時候 就會有人走出來 去射港元 以及沽空這個棋子 當年其實就是發生這樣的事 大家會倒帶回帶去想一想 想一想聯繫匯率的運作 你就會知道 當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 由於我們要保住那個資產價格 所以當年 任志剛和真任權 就動用過千億的外匯儲備來入市 就在 期貨市場 裡面就打大惡 就希望在期止結算日裡面 就KO這個索羅斯 最後 剛剛遇著剛剛也好 你說他們 就叫做有遠見有什麼都好 總之這場仗就叫做打贏了 我們就保住了聯繫匯率 就喪失了資產價格 經濟就要慢慢去recover 透過時間來去這樣做 經歷了大概六年的通縮 和大家 沒有人工家 於是之後 由朝九晚五 變成了朝八晚叉 朝八晚九 朝八晚十 就是那段時間慢慢去開始 變成了建立了一種這樣的文化 如果我們又說回現在 這1300億的 抗疫基金用完之後 如果都發生這些情況的話 特區政府還有沒有足夠的 彈藥 來去守護住我們的資產價格呢 如果有人再沽空港元 再沽空期指的時候 我們還有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去托市 令到維持我們的金融體系和股票市場的穩定呢 我自己覺得 是困難的 1300億是不是一個大數目 其實 不少的 說真的 當年我們都是用過千億外匯儲備 但是同一時間 大家就知道 以前 我們有股票市場 三萬多億 在97年的時候 總值大概四萬億左右 今天我們都去到二十幾三十萬億 這個規模是大了很多 當年如果用一千億 今天如果有這個需要的話 我不知道有機會會用多少 但是 以倍數來計算的話 我相信都是一個 大家一個小學生 用比例來計算的數學遊戲 先看回我們現在的政府裏頭有的 萬一億的財政盈餘 其實當中 今年就有一個財政赤字278億 大概剩下八千多億 而這八千多億中間 有不少是一些 包括公務工程基金 公務員退休基金 你說這些錢是不是不可以拿來 入市 托資產價格 守護聯繫匯率 不是不行 但是你用了的話 你之後就沒得用了 譬如你再輸了這些 這些賭注的話 公務員的退休金 長縫 沒有了 然後你 已經撥了出來 去做一些公務工程基金 那千多二千億 又會沒有了 所以 去到最後這些錢 可不可以用呢 Last Besort 我都覺得可以用的 但是 其實現在就一步一步 將自己 的 叫做防守力 你本身用來守護著自己城牆的士兵 我當你可能有兩隊隊的打仗 一隊是用來進攻的 一隊是用來 一隊是用來防守的 現在因為你 你需要 有第二個 叫做 城池的入口 被人打 所以你防守那隊兵 就要分了一半 去另一道 這個狀況 其實是不理想的 但是如果你說我堵塞到另一個漏洞 當然就最好 如果不是的話 就變成兩個都變成了一個的缺口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所以 回到剛才所說 究竟這1300億 你說用得好還是不好 我只能夠這樣說 如果不用的話 我覺得 我們的企業 就捱不了很久了 其實我自己有時候都會經過 尖沙咀 還有 金鐘 灣仔 那些地方 我看到其實現在那個急號的數量 都真的叫做 尤其是這兩個星期 是很明顯去急升 你走每一條街 都有地鋪 我正常在說地鋪 地鋪的單位 是招租的 是每一條街都有 以前你這個情況 是不會見得到 當然 不同的類型的商戶 受到的影響是不同的 但是 就是 如果我們都保不住 條命仔 還要打什麼下一場仗呢 這個其實都值得我們去想的 今天我覺得他撥這個兵源去做 叫做堵塞了 就是企業 不要說堵塞了 希望令到企業不要倒閉 打工仔還繼續有攻翻的 這一部分 這個方向 方向上 我覺得 是應該這樣做 不過 又反過來 其實之前在很多的Live sharing 我 跟大家分享過 真的 如果我是老闆 我有錢 不代表我要虧 即是你現在 可能我就當這樣 假設 當一間茶記 跟大家計算一下 OK 我有 10個員工 一個月就用我 20萬人工 交租我又交20萬 內貨的20萬 然後做80萬生意 我每個月就剩下20萬 大概當成這樣 現在 營業額 只剩下三分之一 即834 一個月只剩下24萬 開門 只剩下24萬的營業額 我不開門的話 我20萬的食材就割了 20萬食材割了 我還要出20萬人工給企業 還要交20萬租 自己原本的20萬的盈利 都算數了 不要了 大不了 最多捱得到就捱 我還要給20萬租 和20萬員工的 薪金 那 怎麼搞呢 你想一下 我每個月就倒貼 40萬 現在政府跟我說 好啦 我給你付一半薪 幫你付10皮的薪金 好了 這裡虧銷10萬 我還要跟那個 跟那個業主談 究竟這20萬租金可不可以減少少 又當他收順一點 打個七折 也要十多萬 其實我每個月都還在虧錢 對不對 大家想一下 開檔可能就叫做break even 不開檔每個月 這個時候 都是那句 你給我半年 What if 半年之後不行呢 又或者我本身 經營那盤數 比我剛才舉的 這個黎智還要差的話 那我 其實我都真是未必有個 很大的 motivation 去繼續去經營下去 我覺得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有用 但是 真是不知道那個作用 會有多大 希望是足夠大 也在這裏呼籲一下 如果大家是企業的老闆 無論是中小企也好 或者一些大型 但大型企業的話 如果你 cash flow 不行的話 我就覺得你自己本身 很有問題 或者你的行業 是很慘 譬如你國泰 是freeze了 完全沒有生意做 這些沒有辦法 但是譬如 中小企業的老闆 如果可以的 虧得起的 希望大家想一下 繼續 明聽下去 因為 一個骨牌效應 其實很容易形成 你欠落銀行的錢 你不還 銀行就有壞賬了 銀行壞賬多 accumulate 的話 一個連鎖效應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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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創造出來的信用 銀行體系 就沒有了 這件事就希望大家 可以 想一想 大家一起 contribute 正如剛才所說 政府動用盈餘去做 出了一分力 員工可能說 我半價出糧 或者七折出糧 出了一分力 然後老闆就 我自己不賺錢 甚至乎虧一點 出了一分力 然後 業主 我收租的時候 可能我打個半價 打個七折來收租 又出了一分力 大家一起勒褲頭 在這個時候 每個人 都要付出 這個 經濟體 或者社會 才有機會 有救 現在政府 帶頭都做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 每一個人都想 我經常 說真的 我們這個世界 750萬人 沒有了其他人 我們自己是 不可以獨自 去生存得到 這件事是沒有的 但又反過來 如果我不是第一個走的時候 我又怕 撿輸 限頭 比敗家 我不 不斷 其他人 都可以斷 那就更糟糕 大家都會有一種 這樣的想法 就好像 那些 信任遊戲 如果大家都相信 就沒事 如果大家都不相信 就抱著一起死 那些 那究竟 我們選擇 是自己自保 去離場 還是我們 大家互相 相信大家 大家 去 繼續團結 堅持 這件事 我覺得後者 大家生存的機會 是比較高 現在這個情況 我自己的看法 是這樣的 今天 分享我自己的部分 差不多了 我看看大家有什麼 先去留言 都幾熱鬧 我們今天都有五六十人在 多謝大家的時間 首先 看看 Anthony 說 我想問如果我立刻 請二萬元的員工 他幫我供 NPF 即一千元 自己供 政府給回九千元 如果員工 是假的 即是他什麼都不用做 他之後 這些說真的 我答不到你 我認識我都不會回答你 因為這些法律 不鼓勵大家去做 好嗎 然後 再看下去 Ryan 說 政府一向沒有 Efficiency 一直都沒有期望 你說 又這樣說 政府沒有Efficiency 其實有時候 都是一些 Give and Take 我覺得制度上 本身 沒有完美 他 承受不了 環境的轉變 是事實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我們過去最貴重 就是什麼 我們政府 是很跟程序去做事 我們也很不 respect 個人的判斷 我們很 respect 集體的判斷 或者叫做 機制 跟著機制來行就OK 所以你見林鄭今天不斷地說 他說這個加薪的機制 在去年7月1日 已經通過了 每一年都是這樣 這個 立法會議員 10月1日加薪 也是機制來的 每年都是這樣 並不存在 其實 我想市民在這個時候 不是 需要聽這些 也不是 需要知道這些 這些 說回大家 聽得入耳的說話 可能會更加好 是吧 所以 因為你有既定程序 有機制 的機制 就會低 這就是 這樣的 這是 沒有辦法 我們以前 有選擇 就是這樣 現在 我們在一個 叫做 那麼大危機的情況 之下 我們都希望 彈性 希望有人 跳出來 去執行 彈性 當然 他需要 這個威士 就是這樣 我們都很難叫做 如雨紅掌 兩者兼特 有時 我們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其實本身 都不太合理 接著 Mike 說 林鄭算 是用直升機派 派錢 Helicopter Band 就是白藍黑 這個花名 當然 我覺得 那樣是完全不一樣的 譬如 我們過去用 直升機派錢 通常都會說 央行 印銀子 或者擴大 資產負債表 但是這次政府 因為我們行聯繫匯率 沒有 這個貨幣政策的空間 我們就用財政政策 用儲備 或者政府 用政府來 包底 去刺激經濟 其實有點像 美國財政部做的事 大家要記住 中央銀行和財政部 是兩種不同的東西 所以這次 林鄭這一個 不是大家傳統 叫做 直升機派錢的一個方法 是一個財政政策 然後 也有朋友說到 填海都 一千億 要記住 政府有萬一億 其實每一個財政策的 都有相關的作用 在裡面 正如剛才所說 有萬一億 都有一些 公務工程基金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填海 或者公務員退休基金 就是用來 給長縫 或者退休金的公務員 這些是過去 保證了 承諾了會做的 或者公務工程基金 就是用來發展香港的 基礎 如果你 將這些錢 可以不用 或者這些所有 項目都不做 你就可以用 用 或者反過來 無論扣起 不扣起 這些錢 其實是我們香港 所剩下的 那萬一億 扣完 2700億的財政赤字之後 只剩下8000多億 我都說了 98年我們動用了過千億外匯儲備入市 去守護著聯繫匯率 和我們的股票市場 當時股市市值是四萬億 今天我們的股市市值是 二十多三十萬億 大家自己的判斷 我們可以去挑戰 那些所謂的公務工程 那些錢是否用得其所 不過我自己覺得 我們今天這一萬一億的 財政盈餘 是一元都不能少 一元都應該要用得好 我們可以說其他部分用不到 但是今天這13億來講 似乎都是一個合適的方向 那幾百億給市民有什麼問題 如果給市民完之後 是救到經濟 或者救到資產價格 或者聯繫匯率 就沒有問題 如果給完之後 救不到的話 當你有第二個病徵的時候 你就沒有了 防守的彈藥 或者沒有了用藥 這些我想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想你的朋友都比較 反對政府的一些政策 都是那句 他用得不好 不代表我們現在不能客觀去分析 他這次是做得好不好 OK 我覺得這兩件事 Mike 說 豪洗一波這次廣夫算是這樣 但是疫情會有更長的2.0 其實剛才也有說到 豪洗一波 倒下 究竟 我用這個利巴偉林再加女僱順 好不好 我明知道好了之後 你有後遺症 但是 都似乎真的要做 當然 你說13億 還是238億 還是338億 這些 還有討論的空間 或者我是代僱主出糧半年 還是9個月 出9千元為上限 還是100% 這些全部都還可以 有更多的討論空間 不過我一開始的時候都已經說了 為什麼這個 他講出來背後的概念 都疑似是make sense 我個人覺得都收貨 然後 Mike 說 97年最後炒得最熱的產品是炭 個個都是燒炭 現在就口罩和紙巾 OK 每個年代都會有 一些不同的 hot topic 跟著 Gundum 說 美國可能很快衰退 美元對外幣可能會大跌 首先 美國衰退也好 我看不到美國衰退之後 歐元區會不會衰退 貨幣的強弱是相對的 不是說我經濟好的時候 貨幣一定強 或者經濟差的時候 我的貨幣一定是弱 反而是說 究竟我對比別人的經濟 看 究竟是強還是弱呢 這件事更加重要 所以 我們大家很多時候 經常看一個貨幣的強弱 只是說 美國 美國的經濟好和美國的經濟不好 就看貨幣的強弱 其實實際上很多時候都不是這樣 以美元的匯價來說 六七成都是 跟歐元組的對比 歐洲經濟不好 其實美元是很難去弱的 大家自己 要去留意 甚至乎 如果歐洲比美國更壞的話 美元還有機會走強 也不定 有時候 我們未必是鬥好的 可能是鬥沒有那麼壞 然後 Gundam又說 甲息 又這樣說 你說隔離去到一千里 聯繫匯率跟以前不同 修改了少少的 policy 譬如說 要沽空港元的 volume 現在有限制 金管局也有不同的 在99年的時候 做到一些的修補 現在基本上 大家不會看到 隔離的拆息去到幾百里 但是大家看到一個月和三個月的 HIGHBO 比 同期 一個月和三個月的LIBBO 要高息的話 經常都看到 最近大半年都是這樣 未來持續的時間都會這樣 然後 韋堅就說 中國有沒有可能會出手救市呢 畢竟 很多大陸公司在香港上市 又反過來說 香港的股票市場出現問題 不代表 中資的股票會同一時間 以接近的幅度去下跌 畢竟一間公司的股價 始終都有少少跟自己的業務經營 是有一些關係在裏面 中國的公司要出手救市的時候 首先 中國的公司要有港元 在手上才可以救到港元的資產 而這個本身的問題是 大家都扔港元才會 沽那個港元 和沽那個旗子 所以 這個並不存在 中國可以救到香港 以港元定價的 香港的股票市場 那麽 麽麽就說 中國應該會出招 一定會 舊子的經濟一定會 香港我不知道 有沒有那麽能力 Gundum 都說 緩兵之計 我只覺得是 從老闆的角度 撿了 他兩年有疫苗 一切正常回 再開個檔 更實際 所以剛才這句 就是當大家都 在同一條船上的時候 大家當不當 大家是共同進退 共同進退就有機會 減低傷亡 如果自己先走的話 自己有機會全身而退 但其他人就會死得多些人 這就是今天來說 我覺得那個遊戲的玩法就是這樣 麽又說 飲食業連鎖零售就是 但很多中小企 執算重開的成本非常高 還沒計算過熟手的班底商譽成本 所以 我都說 一個系統是需要時間去建立 譬如我們今天一百間公司 執了十間 和執了二十間 重新再建立這個系統的效率 其實都是需要時間 盡量就希望執得越少越好 現在其實 那個方向都是這樣 GUNDAM就再說 第一天就是不應該創造那麼多信用 那倒過來 人性來的嘛 剛才說聯繫匯率 聯繫匯率 給大家一個低息的環境 給了一個原本應該要走強的貨幣 港元本身應該要強的 但是沒有走強度 都是在1對7.8這個水平裏 我們這些人就自然會因為這樣而去 那麼低息 我們就自然會創造了額外的信用 這個是 我們 就是give and take的問題 我們不可能說 要政府 很 恩賢 要政府 很守規矩 要沒有什麼人質的東西 但是同一時間我們又要去效率很高 又要去靈活變通 是不是 就是我們沒有這個東西 同一時間就是我們 如果要選擇了聯繫匯率的話 我們就要接受 在經濟發展擴張的周期的時候 我們火熱的 即是火上加油 我們也 要接受聯繫匯率 給我們的經濟差 經濟衰退的時候 是一種雪上加霜 因為是我們自己選擇的 沒有辦法的 除非我們就不要這個 以前的繁榮 是不是 那麼 然後 Motorose就說了 正想說1.1萬億財政儲備 是很多鎖定了用途 實際上可以用幾千億 其實就不是大家想像之中那麼多 其實 未來兩三年不是鬥增長 是鬥衰退得少 看看歐洲第三大經濟 意大利 的確是 全世界的增長 其實都不是今年 才出現一個問題 或者叫做衰退 其實 有幾樣東西 就是 發達國家的 population structure 或者population growth 其實是沒有以前那麼快 大家如果看回 以前我當成了地球去看 在二戰之後 我只是說 population growth 所帶來的 production growth 都已經是 每年 兩三個百分 兩三個百分 但是現在 其實 你以全球理解 我甚至乎計算一些很高 出生率 比如非洲 印度 這些 穆斯林的國家 有1-2%的 growth 已經很偷笑 所以本身的 fundamental 現在 就沒有以前那麼有活力 其實就已經 所以大家看到 投資率越來越低 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一件事 未來這個趨勢本身就會繼續 再加上現在這個情況 大家鬥無那麼壞 這個就是 這個情況 然後 Tony就說 金明兩年AB類單位的租金 預計跌多少 你真是想我回答嗎 我覺得一年跌10%到15% 差不多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一個比較穩定的情況 我不說 有什麼再大的 Crisis 發生 純粹是一個 軟著陸的經濟衰退 我覺得 一年10-15% 大概是這些水平左右 今天都差不多了 我都已經高呼大家所有的問題 都用了不少時間 原來已經超過一小時 希望大家 都是那句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的分享 其實都說真的 我自己看著新聞 剛才那個 有過的 記者會 都有些想法 有些有感而發 有想過是做個 會員WhatsApp群組的 就算了 但又覺得 其實大家都想有些互動 我相信 所以就始終在Facebook 裏面 可以即時看到大家 一些留言 一些留言 各樣的 交流可能會 做得好一點 所以就在沒有什麼 準備資料的情況之下 又好像以前那樣 土炮開Live 寫了兩隻字 就跟大家去 聊一聊 由於這個也是一個 大家都 關心和關所有人事的 一個題目 所以就 在Facebook 免費的專頁 跟大家做個分享 亦都在做少少的 宣傳 如果大家是喜歡 平行時空的 就覺得 都想 聽多一點 了解多一點 環球地緣政治 經濟 貨幣 人性心理 投資心理 等等這些 問題的 一些網上的 分享和教育 的話 大家也可以登入 我們Facebook的群組 或者 Whatsapp 65100844 65100844 查詢 每一個新讀者 都可以有兩個星期的 免費 我們包括了 不同類型的分享和服務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我們Facebook的群組 可以看到所有 超過120次 應該都超過130次 類似這些 認識的分享 有時候 我們會 展示屏幕 圖文定謀 跟大家做一些分析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聯絡我們 去參加 希望在我們的群組 看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聽完剛才的呼籲 大家要共渡時間 才有機會 大家 活動 如果有人 做 自私鬼的話 他可能會很好 但是 可能會看著 其他人死 如果有人開始走 而你不走的話 你又好像很笨 大家可以反思 人性的問題 希望大家喜歡 點個讚 今天在這個分享 大家幫忙點個讚 然後 分享給你身邊關心的朋友 今天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時間 我們週末每週 重溫再見 拜拜